中华参加会挖很多洞穴 中华参加会挖很多洞穴 其实有些洞穴是为了他们觅食 有些洞穴是为了他们居住的 我们要找到哪个洞穴是他们居住的洞穴 然后放置红外相机去观察他们寻找他们 居住的洞穴里面非常的长 我们会拿探测椅往里面去探洞一样 然后测量出应该是有2米多深左右 这一张就是发现了一只 刚刚独立出去生活的一只穿上甲 发现他的时候已经被卡在石头里了 然后把他救出来 然后去帮他治疗一些伤口 很可爱重重的 然后他的力气很大 下意识地去保护自己团缩在一起 然后里面的肚子毛绒弄得非常的可爱 其实尤其是他的爪子特别的Q弹 还见到了一只更小的穿上甲 两个月大左右 因为他的妈妈得了肺炎 然后为了防御传染 所以就让他们分开去住 双甲甲是完全不具备攻击性的 他们只会缩成团保护自己 我觉得双甲甲是非常可爱 因为中华双甲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几组 因为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项目 能够更加的了解他们 去保护他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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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